那今天很高興能夠來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些經驗 那我自己當學員的時候 就是午飯之前的這個session 通常都是最困難的 因為大家就是可能肚子也快 慢慢會開始了 然後想要吃午餐 所以我想說這一次就比較輕鬆一點 就是說大家手上的簡報是我 上個月去法國市政府 跟那個法國的國家科學院影響的簡報 那當時還沒有它是中文 那我今天投影的會是中文的 那就是之後在網路上可以找得到 那今天其實主要要講的 因為大概只有半個小時 我只想一個碰面 就是開放資料 我們現在在行政院已經推開放資料 從資訊公開慢慢到公開資訊 然後到開放資料已經推了非常久了 那開放資料跟之前的資訊公開法 有三個相當不一樣的地方 之前的資訊公開法是說 我們做成決定 做成意思表示之後 就是如果人民覺得說有需要的話 那這個政府可能不提供這些資料 它是比較被動的 是說政府已經有堆資料放在那邊 然後如果有需要或者是說 有公式之必要的話 就把它公開出來 那從資訊到資料 它的差別是說 資訊是人可以看得懂的 那資料是電腦可以處理的 電腦也看得懂的 好比像說同樣是一份PDM 如果是我們紙本掃描的 那個就只有人看得懂 那個電腦是看不懂 電腦是看得懂 看的Excel這些檔案 那就是資訊跟資料的差別 那公開的意思是說 就是人民可以看 可是並沒有說 它可以拿去做別的事情 那開放的意思就是說 它不只可以看 也可以拿去做別的事情 那最後就是說 從資訊公開 表示信用資訊在公開 到開放資料是說 我正在做這件事情的同時 比如說我現在正在講話 那同時其實後面有在錄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說 我的作業跟我的資料 的紀錄是同樣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從資訊公開 到開放資料三個 主要不同的地方 就是說資訊到資料 是說從人看得懂 到機器看得懂 那從公開到開放 是說從一般人可以 只能看到 也可以拿去用 然後從被動的 就是說先有資料 然後過一兩年再來想公開 到就是從產生資料 那一個當下 就去開放它 的這三個主要的不同 那所以接下來 大家就當作提故事好了 就是說我會稍微講一些 就是從G01臨時政府 然後這群民間的朋友 然後到這半年來 跟就是這邊的政府合作 這種特殊的政府對政府關係 中間有一些 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那大家就當作提故事 一個半小時 然後可能我們分析 我們大概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在開放資料的時候 我們碰到的主要的一個困難 是大家的一個習慣 那這個是當初我在課發會 就是我下午其實是要去國家認台課發會 我是課發會委員 那當時就是在大家可能還記得幾個月之前 有過一個比較激烈的衝突 是大家覺得課綱的產生的過程 是不公開的或不透明的 或是說這個裡面突然間多了一組人 那其實上下都不知道等等的這個情況 所謂黑箱個檔的那個狀況 那那個狀況後來就是 教育博物部長跟學生的討論的時候 他有一句話 那句話我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他說如果按照學生所要求 就是當時我們請專家學者來開會 他們當時以為是閉門的會議 是不公開的 可是我們事後去公開 那樣違反性能性能保護人責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以後大家就沒有辦法放棄 那所以當時他就是正在開會的時候 他在跟學生開會的時候 我也正在跟就是課發會委員們開會 那當時我跟課發會委員們講的 就是說可是你把被公開去掉 就是主動公開 那樣子的話大家就是最放心的方法 就我們裡面在開會的時候 裡面有人在做紀錄 然後大家看過紀錄覺得沒有問題 隔天就把它公開出來 這樣子其實是算了他最放心的一個方式 那所以這叫做Crown Sourcing 就是說我們說服不管是開會的人也好 參加的人也好 任何人也好 能夠同意去公開他的發言分的 那所以今天雖然有錄影 但是是從後面往前面錄 所以並沒有錄到各位的臉這樣子 那然後如果待會就是大家發言的時候 如果覺得不願意被紀錄的話 那就是可以等到我去把那個錄影關掉之後再問這樣 好 那一般現在朋友們介紹我是說就是開源公民的歌 開源的意思就是說我的著作不管是這份簡報也好 或者是我寫的城市也好 或者我寫的文字作品也好 我都完全拋棄掉著作權 那有些別的開源的朋友是部分拋棄掉著作權 就是他還是希望有顯明權 就是說你還是說這個是他寫的不是別人寫的 再出此之外他不限制你再去複製 再去利用再去更改再去改作 那這個叫做開源 那公民就是說我比較關心社會 那黑客的意思就是說用比較有創造性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那他可能是合法的方式 然後剛剛講的就是我從199495年出社會 然後工作了20年 那大部分都是做資訊相關的工作 那在13年我退休了 那退休之後就是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 我們知道台灣第三部門非常的發達 就是自發部門就是志願的 我們說第一部門公部門就是公部門 這是一個課程式的這樣子 一個很穩定的組織 那四部門它是用交換 就是市場價值 那第三部門就是自發部門 就是大家都是志願者 然後用自己奉獻的時間心力去做事情 那我就是在這個自發部門做了一些 像有一個字典叫做夢典 那是跟紐青大學現在有合作關係 那做了一個討論品牌叫V台灣 跟國發會有合作關係 那這兩個故事來而會講 那有一些別的專案當然就是也在當顧問 跟蘋果啊或者一些其他公司合作 那剛才有提到課發會 所以不好意思給大家 那一次就是在課發會討論的時候 就所有的委員們都很支持這種 就是我們在開會的過程裡面 就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事後馬上公開的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這就變成一刻發會一個新的常態 所以像今天下午的這次會議 同樣的也就是說一開完 馬上就是主資料會打出來 打出來之後大家在線上就可以看得到 這樣子就比較不會有黑箱的 或是事後被公開的那樣子的問題 被公開網址是R-10天開完 我是剛就是介紹的有提的 我是爸最開始寫城市的 然後當時是1989年 那我開始寫城市的時候 我爸當時第一次去北京 然後參加一個研討會 然後莫名其妙就碰到了學運 然後呢 然後當時是五月嘛 然後他一直採訪到六月已經好 然後回來 那當然我們知道六月四號就發了天安人事件 那在天安人事件的那個當下 就是我們大家都很關注這件事情 那我爸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跑去德國做他的博士論文 那他就是研究天安人學運裡面的聯繫關係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我也去德國 然後就是在天安人公司這樣 那當時我就是在家裡就是客廳啊 就是朋友們就是都是流亡的學運的朋友 那所以就是我從小就是一直聽他們在講說 就是原主化碰到的問題 可能有哪些問題 然後怎麼樣才不會有這個 在開坦克的狀況 那當然那一年就是 稍後在玻璃也發生了示威 那但是可能是受到就是他們的影響 他們沒有開牆 然後後來就很和平的玻璃會牆就倒下來了 那當然這一年台灣就一百分之 然後我是九二 九三年回到台灣 然後當時就是一個國中嘛 那我國中過一年了一年 然後當時就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發明 叫做One One 就是全球諮詢網 在九四年發明的 那我當時就發現說在全球諮詢網上面 可以直接接觸到所有在做研究的人 就比較不需要等十年的時間 他們的研究成果在進入你的課本 所以就可以比較直接的去學習 那所以後來我就免費就是進學校 回國二就錯學了這樣 那在王青龍上面 我們當時參加王青龍開發 是為了一個重要的價值 就是要有一個安全的空間 那我們可以促進大家彼此學習 然後大家有什麼想法就做出來 然後不玩的也沒有關係 那就一次做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算是這二十年來就是 一直保持著的一個價值 那在最近兩年半以來 就是有類似價值的一些朋友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各行各業的朋友都有 就算是集合起來 然後做了這樣子距離立臨市政府的 這樣子一個我們叫做統靠的團體吧 那一開始在就是聚集起來的時候 還沒有像後來大概一萬人到十萬人左右的規模 一開始可能只有一百人左右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有一個口號叫做就是Funk的剛剛 讓我們差異政府聯繫重建 那當時當然也是因為就是有苗栗的事件 但是Funk在資訊科學的意思是說 我們不是說要打破或者是否定掉既有的東西 我們是說拿原有的東西 再往一個不同的方向走 那如果這個方向走是一個好主意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希望說 本來的政府把它和平回去 因為我們都幾乎是拋棄掉我們的獨特權 所以就是政府覺得有好主意的話 他就可以直接拿回來 那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聽說 有台北市政府把他們的總預算公開上網 然後用一個動臺的視覺的方式呈現 那在前兩個禮拜就是高雄市政府也跟進 也用就是跟林市政府相同的格式釋出 那同樣的也變成了互動式的視覺化的體調 那這個就是GNB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說一開始我們並沒有問過別人 就是GNB的創始人 當時我也還沒有加入 他們四個人去把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做了這樣子的一個視覺化 那所以你就可以直接點進某一個特定的局處 然後看到他的下屬的細節 然後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的這一筆跟上一年比起來 他減列多少增列多少 為了什麼等等 然後可以去做一些數據的分析 那同樣的他也可以去做換算 比如說我們如果用主管單位來分的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教育局公務局算是比較高的 那這個資訊局滿可憐的 捷運局算一定很快 因為已經分到公司去了之類 然後也有一個總表 總表的話它就是把這一年增列的 放在上面綠色的 簡列的放在底下 紅色的 山約朵放在底下 然後呢 紅色紅圈圈是經常的 然後其他是資本的 然後每一項業務呢 就是你按進去之後就會有細節 有細節的旁邊 還可以有網友 就是一起做討論等等 那所以所有這些 他其實是一開始是完全沒有 就是沒有經費 而就是一些志願者 然後去把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連續做了三年的這樣子的 城市處理 那因為我們已經建立起了這樣的城市 所以台北市政府的資訊局就是 唯一他只要一點頭說 好我們現在把他用這樣的格式釋出 突然間台北市政府就多了 這樣有網站可以用 那同樣高雄市政府的更景 也就是一兩天的事情 這樣子 所以所謂的這個原地重建的意思 就是我們覺得說 一開始那個預算書很難讀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比較好的介面 那這個東西他要其妙去割圈 所以說別的市政府 他或別的這個任何機關 他只要願意用相當的格式 他馬上就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給你看得到 就是距離蜜 預作的方式 那在距離蜜剛開始的時候 2013年初很喜歡的一個作家 張大春 他非常喜歡用Facebook 用臉書 他在Facebook上面當時就是 如果不是講政治 就是講禮拜 他對禮拜非常有興趣 那他只要一講政治 可能就是上萬個讚 他按講禮拜的話 可能只有20個讚 這樣子 那我覺得他講禮拜講得很好 那anyway 所以就有一個媒體問他說 欸這個張作家 你這麼喜歡玩臉書 你這麼喜歡講政治 你覺得玩臉書 會不會促使公布參與政治 那他當時說 他覺得絕對不會 因為他只會按個讚 以為自己參與 那大家 從按一個讚 到實際以上街頭 中也有很長的距離 他想不出一個讓他又懶 又可以參與的 真正的行動的事情 所以 如果用一句話來講 決定 我們就一直在試著找出 有什麼讓他又懶 又可以參與的真正行動的事情 像這個呢 也是去年的一個案子 叫做開放政治獻金 大家可能知道說 監察院因為陽光法案的關係 有所有的競選人 一個競選他 收了多少錢 花了多少錢 花到哪裡 一個這個西木 可是在當時 政獻金法制定的時候 他並沒有要求 用數位的方式公開 所以就只能用紙本的方式公開 因為那個紙本 一定要走進監察院裡面去印 所以說呢 就是只有監察院才能做監察 其他人只能這個確認說 他們監察的結果 五五這樣 那我們就是提這個案子其實很久 就在立法院其實也提了很多次 說要把政治獻金法書文法上網 可是因為這個的利益關係人 最重要的就是立法院本身 而且他們是最被受到影響的 所以說每一次排案都會看到 排到最後一案 不是沒有排喔 那都排到最後一案 所以從來都沒有想成功過這樣 那所以當時就有另外一位作家 也是立法院現在的參選人 郭寶基的白目封光源 他提出了一個想法說 那我們就用一個叫做太陽與北風的策略 就我們一面在這邊推法案 但不一定推得過 那我們一面就自己走到監察院裡面 把那些影韻們都拿出來 然後自己掃描 然後自己幫他們公開上網 那監察院一定會跳出來說 我們就跟這樣怎麼保證百分之百正確 然後我們就可以說 那這樣你自己公開就百分之百正確 對不對 這是一個策略 那當然他這樣寫呢 其實也並沒有覺得說一定會成功 但是因為G01會把各種不同的人聚在一起 所以這樣子 就真的成功了 就真的做出一個像是搶遊戲 然後就號召Facebook上面的大家 PD上面的大家 只要你打099-09-20-20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好處是他花大家的時間不到我們腦中 然後因為我們有很多設計師的朋友 所以他們設計出眾 應該要來得到 那第一批印出來的大概30萬筆的政治現金 大概9700個人 在24小時之內 每一格都有三個不同的人看過 然後就直接就把它數位化 然後就變成了數字的資料 所以就是他提出這個主意之後 真的就有就是赫456的運動者們 直接去檢察院真的拿出資料 但是如果這份資料你要手動把它提進Excel 我試過大概要花五分鐘 那在Facebook上面呢 要大家花五分鐘的時間 共寫五分鐘時間蠻難的 因為他只要花一秒鐘去別的地方按讚 花十秒鐘分享 花一分鐘寫個評論他就會高興了 五分鐘實在太長了 所以我們就寫成是把它分成五秒鐘就可以處理了段落 那這樣的話呢大家就覺得很好玩 而且馬上就覺得說 我花五秒鐘就可以鍵盤結果過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進度條 然後如果有玩過開心農場的人 可能可以理解說 只要有一個數字一直在跑 有一個進度條一直在跑 這個即時不睡覺就會想要把它完成 所以大概就是花了24小時的時間 不眠不休的把它完成 那完成之後這些真心資料片 要來做什麼呢 就是當然這樣就沒有表格的資料了 這也沒有針對特定委員的意思 但是針對任何委員 我們可以知道說他的現金的來源 他換來去 如果他是議員的話 可以知道他跟他的工程公術有什麼關聯 所以在去年投票的時候 距離民就做了這樣一個就是投票指南 那你點進去 可能你的選區有22個候選人 但是就有朋友說 可是他看完所有這些資料 包含他的出席紀錄 他的投票紀錄 以及他到底有沒有兌現他當時的承諾 等到他就只需要兩個人中間選一個 就是他真的可以看到說 這樣子的一個候選人他真的能在做事情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某些特定委員他可能選舉的監管 需要他政黨很多的補助款 或中間接位的金票委員 他不太需要政黨的補助款 好 那所以就是說可以用各種視覺化方式來呈現 這些資料 所以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像是三群本來彼此不太往來的人 就是像張大春或者馮光源 或者好民意這些 他本身在Facebook上隨便寫影片 就有很多人看 可是他本來是覺得很民意的 就是說他們可能看到問題 可是沒有辦法解決 那反過來講 有些社群團體他們很有憧憬 很有動力 他們很不習慣說 可以把他們的工作公開出來 然後讓世界萬個陌生人一起幫他們做 他們不習慣開圓這個模式 那最後就是說 我們這群做自由軟體的人 我們以前其實並沒有那麼關心公共事物 那居然一把這三股人結合起來 然後就變成了說 任何一個人有想法 他就可以放大 然後變成這樣子一些案子 所以到今天他就變成 就是全球參與規模最大的 一個開放政府的一個平民社區 那當然這個 所謂規模最大是 就是22個不同的國家 大家在前年就是大家開會的時候 就互相比較 發現說 他會跟以色列最活躍 然後台灣人數也是以色列的十倍 可這個並不是說非常好驕傲的 因為如果是在英國或美國的話 他們的政治陷阱本來就是數位的 本來就是公開的 他們不需要公民去做這些事情 那當然反過來講 如果在北韓啊 或者是在可能對岸啊 或者是一些中東國家 可能不需要到這個12萬人 可能120個人就被請去喝茶了 所以就是說是要在一個 比較自由的國家 但是又 工夫們又卡在英基的時代 在這種時候 才比較會需要這樣子的工作 那所以講這麼多 到底軍力是什麼呢 它是組織嗎 還是網軍呢 還是什麼東西 那它就是一個空間 它就是我們很固定的 每兩個月會有一個100人到600人的大的活動 叫做黑客松 那剛剛已經講了黑客 是用創意解決問題的人 松就是馬拉松 一整天或兩整天 不休息的去做設計 去做這些事情 那當然 整個G01所有的運作經費 其實都是以幾千塊來計算 就是基本上是沒有什麼 任何資產可以的 所有的錢都是拿來買食物 然後呢 這些食物就是黑客送給大家吃 那進來黑客送的時候 每個人呢 可以挑貼紙貼在自己肩膀上 我們要說我對設計有興趣 或我對法律有興趣 或我對有什麼方面的專業 那第一次來的人貼紙的 來過很多次的人貼紙的 那貼紙跟貼紙是做什麼呢 就是在一開始 剛上去的時候 會有大概 可能想像一下大概一兩百人 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呢 裡面可能有十個人左右 是有想法的說 我今天想要做開放政治陷阱 或者我想要做戈籃圍運動 或者我想要做什麼別的 那他就上來 花三分鐘的時間提案 說我這個案子需要兩個設計師 可能兩個文字工作者 一個懂法律的 一個公關等等 那這樣子他就可以開始組隊 等到這十幾隊都 就是十幾個想法都發表完之後 大概就像玩大風吹一樣 聚到我們叫坑主 就是挖坑的這些人身邊 然後大家就開始 一整天或兩整天 不眠不休的 把這些事情做出來 然後呢 接下來在最後的時候呢 每一組用五分鐘的時間 上台去發表說 我們今天做了一個除夕 然後接下來我們約著 可能每兩個禮拜 或每個週末 見面把這些事情做完 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比較像是一個 就是一個預程器 這個預程器就是 大家固定每兩個月 建議字面 那這兩個月中間的單月呢 有可能比較小的 30到50人的 就是比較focus的 已經有project的人 繼續去做 那除了每個月都有 這種見面的方式之外 每個禮拜 也有各種不同專長的人 特別像說 設計的人會發起設計松 來教大家做設計 法律的人會發起法律松 然後等等 這就是大家互相學習 那所以距離離其實並沒有 所謂內外的差別 其實所有這些都是免費參加的 所以你只要一出現 你就是參與者 那你只要找到你關心的計畫 就是貢獻者 然後就會認識更多人 然後就會參與更多活動 然後又會掉進更多屋裡等等 所以這這樣子 一個循環的過程 那為什麼叫做坑 而不叫做專案 或者組織 或小組 或編組呢 就是 這個想法就是說 沒有這個上下的關係 很多人像風光源 他是挖了坑就跑了 他又去去忙別的了 就是說 提這個主義的人 並不表示說 對事後來做這件事情的人 有任何控制的權利 通常我做到一個程度之後 我就把它開放出來 那接下來就可以接放 所以做 他比方說 剛剛講中央政府總預算的人 對台北或是高雄 也沒有什麼權利 就是說任何人都是 自己愛做什麼做什麼 那唯一的條件就是 你做到的任何程度 你能夠允許其他的人接力去做 放棄到你的主作權 這樣做 這就是一個 養成一個不怕丟臉的文化 就是萬事萬因你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可能就是還沒有做完的一件事情而已 那像距離民剛開始的時候 人間很不會設計的 兩位城市設計師阿宅 畫得像一個很醜的logo 然後就掛在中音樂那邊 然後就有一個設計師看不過去 他覺得說 他看這個很醜的logo 全身就不對勁 所以他那一天做的事情 就把它變成比較漂亮的樣子 然後呢 這樣子他也拋棄到主作權 然後再接下來我們發現說 在平板或在手機上面 中音這個紅臉看不太清楚 所以再演化 再演化這樣 就可以做出各種不同的 後續的成果 可是如果不是一開始 而不怕丟臉 把這個丟出來 後面這些東西都不會有 所以就是G&E做的事情 就是天坑、瓦坑、退坑 那在之前發現城堡的時候 有一些坑就是比較有浮出水面 這個是本來就已經做的 就是全國急救責任醫院 他們都會要在他們的網頁上面 為服務規定他們要公佈 就是蠻床通知、空床數 所有這些東西 那在確定裡有一個專門 就是每個人挑自己附近的一家醫院 把這些資料也變成格式化的資料 這樣就可以像股市看板一樣 知道說每家醫院的 攬災的情況和趨勢 那在發現的時候 這個就派上了用場 然後呢也做了家屬巡任 然後出院照顧 然後以及現在還有一個APP 能夠你可以告訴他說 你是B型鞋 然後你住在新竹 或你住在哪裡 然後那個鞋庫缺鞋的時候 他們就都通知你 那同樣的 這個也是有必要的 是因為就是捐寫只能放一段時間 所以當時就是城堡的時候 大家都一窩縫跑去 所以大家就會安心說 一句下都會有血荒的狀況 所以就把它分散式的 去這樣子做一個圍牌 那氣泡的時候 我們是用重堡的方式 請大家提供相關的資訊 然後也做成了一個 即時的事件會場 那這個是剛剛就講到的 中央政府 台北市政府 跟高雄市政府的預算式交換 那甚至就是在尼泊爾震災的時候 我們也發起了一個配合 就是國際上面的open street map 開放街頭社群 就是每個人認領一點點 尼泊爾在地震之前的地圖 然後去標說哪些地方有路 哪些地方有建築物 然後呢在24小時之後 正後24小時 最新的衛星圖收到了 然後呢就大家又再去標說 在正後哪些路斷了 哪些這個建築物倒塌了 哪些本來沒有建築物的地方 出現了新的帳範 或是在那裡 這樣子 那同樣的到了第三天 72小時的時候 ALEA核酷跟紅石紫維 就用這樣子的一個資料 然後進去再去 去交代一下 所以後面就是同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有哪些事情可以切出來 然後讓大家一起做 一起做之後可以聚合起來 變成有意義的資料 然後讓第一線的人作業的時候 比之前更方便 或看到這麼多東西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講很多 大家可以繼續去下載 這是我在聚令一 就是比較花時間的一個工作 蒙就是蒙芽的蒙 它裡面包含就是 教育部的16萬次的國語詞典 兩岸詞典 無手養式捐出來的台語詞典 教育部的明南語 客家語 跟現在還有阿美語的詞典 都整合在同樣子的一個專案裡面 那我們目前正在做的是西藏的藏語 跟徐少群老師 昨天才捐出來的客語的詞典 跟阿美語跟法語的詞典 那所有這些都是同樣就是 志工每一個人用自己懂的語言 並不是說我都懂這些語言 我其實不太懂阿美語 那但是就是說每個人 同樣的就是 可以把我已經做好的部分 然後阿美這個人就自己去 想說他們要怎麼修改 怎麼做改進 那為什麼蒙典會議 就是一個月有七百萬的人 人字來使用呢 那是因為說我們一開始 就把每一個詞 給他一個網址 所以你要查資料這個詞的定義的時候 就是MOE BICT給TW線線資料 它就一定是資料的定義 這樣的好處是 你滑鼠移到材料上 它會去讀線線材料 那你就可以直接看到材料的定義 這樣是很方便的 那每一個詞你查到的時候 都可以分享到 Facebook或Line的這些上面 分享的時候 它就會幫你配一個漂亮的總共圖 所以就是說 這在Facebook上面是很省力的 因為你知道有附圖的那個文章 它的傳染率是比較高的 那可以要找圖用很累 所以很多人都會直接打 MOEBICT線線 TW線線 然後今天天氣正好 然後它就會突然間 有那個很漂亮的凱書寫出來 今天天氣正好 然後這個就有一種 直接產生貼圖的感覺這樣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就很願意你使用 它會自動把它分成開放 跟資料跟工作坊的定義 你會加以下 那按進去之後 你還可以挑不同的字型 可以用H的這個VT之類的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很不容易願意分享 因此就是在我們 要求大家來做一些事情 比方說這是之前 請大家幫忙挑錯字 我們去找到所有的書證裡面 它引用同樣的地方 但是引用差一個字 所以應該是有一個是錯字 的時候 即使只有千分之一的人願意 那七百萬人千分之一也是七千人的認識 也是很多 所以說 大家就會很願意來幫忙挑錯字 那像這個是脫險真其訣 有一個地方達成了脫臉真其訣 那我們在看的時候可能就過去了 那個電腦會知道 那個電腦不知道哪一個是對的 所以我們就請大家 七千人次來幫忙 好 那大家來幫忙 大家都說OK 脫險是對的 脫臉是錯的 而且還有人留言說 這個脫臉很其訣 但是其實有過電影 沒有什麼意思 這是face off 變了 對 那當然因為這很好玩 就是說很像一個留言板 所以大家會願意去分享 那因為這樣又會吸引更多人 來幫我們做教練的工作 所以我們這些當然就全部都送回了教育部 所以現在大家回去查教育部的詞點 或是看某點 所有這些問題都是 就是文字學的老師們已經幫忙進去了 這樣子 好 那今天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待會兒後面的案例 我就會非常快速挑過 這是重新講一次 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說 以前大家習慣的 在有網路以前的合作的方式 我們叫做協調式的公式 coordinated consensus 就是說 你三個人的委員會 看就要三個人彼此都同意 第四個人進來的時候 他要先認識前面三個人 第五個人進來的時候 要先認識前面四個人 那這樣的問題就是說 人腦他有他的極限 你二十個人開會 差不多就是極限了 再多很多人就只能練習 他其實就沒有出席的意義 那可能到一百五十人以上的時候 甚至你不可能每個人認識每個人了 那在這個時候 就一定開始出現科層 就是階級的制度 因為你不可能每個人認識每個人嘛 那一定就會要有任務編輯 一定就會要有上級 下級的差別 但是 在有網路之後 就有一種新的方式出現了 就不是合作 我們還叫做協作 就是collaboration 那collaboration他跟合作不同 就是說每個人都不用認識每個人 那 這張圖是當時我們在香港 戰中的時候 佔領中華的時候 所謂雨傘運動的時候 有個朋友畫的 他就說每一派 在每個佔領的地方 都有不同的想法 但沒有關係 就每個人各做各的 可是呢 因為都有直播 然後都有竹子稿 然後等等 所以大家都知道每個別的佔領的地方 在做什麼 所以如果有一個人發出一個好主意 像他們架了一個觀光巷 然後發現說 警察跟黑道都不 那張園的地方看到了 那麼就會去加一個聖母馬利亞巷 然後呢去試試看說 這樣會不會有效 然後就發現說 黑道也怕聖母馬利亞 可是警察比較怕觀光 所以後來觀光巷下的人就比較多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說 大家彼此之間互相支配 也不需要一個什麼大會命令 而是每個人各做各的 然後呢 好主意慢慢集中 到大家都會去做 那如果是 就是比較少人 認同我主意到最後 就自己做自己的 那這樣子就慢慢 就比較不會去做 那這是演化的一個精神 那在英文 collaboration 跟 collaboration 幾乎是同一詞 那但是 collaboration 有一個額外的意思 就是我們中文翻譯 通比 就是 treacherous collaboration with the enemy 就是跟立場不同的人 跟立場甚至相反的人合作 在英文叫做 collaboration 那同樣的協作的重點就是說 其實在某點的開發過程裡面 各種不同拼音方案的人 然後可能就是原住民的 或者是就是台語 或者就是台語裡面 還有各種不同的台語對不對 然後還有客語 然後客語 不願意被叫做客家語的客語 等等等等的所有這些人 那這些人 他們彼此這些政治的立場 可能完全不一樣 可是因為都同意說 他們做出來的東西 可以放棄到著作權 所以無論如何 任何一族 或者任何一個語言的蒙點 他做了一個好主意 做出來的東西 其他的語言的蒙點 也就馬上都可以去使用 這才變成是現在能夠 就是交叉連結的像一種多語言的詞點 這是最最主要的概念 就是collaborage 那像阿美語的詞點 也是同樣的就是 我不懂阿美語 而且這整個計畫都沒有經過我 經過我 他就是直接拿我寫好程式 跟其他別的朋友寫好程式去做 他也是跟政治獻金一樣 希望大家幫忙辨識 將一條紙本的詞點掃描出來的東西 那同樣的我們發現 Facebook上面阿美族人很多 他們的朋友也很多 所以這後幾本詞點 同樣的五十三小時之內 就又辨識完成了 所以現在如果大家去 AmistableEdit 然後也有就是Android 跟iOS的App可以下載 就可以用中文 或者用英文 或者用阿美語去查詢 那就是族人們事實上 也就是在用這些 在他們的日常教學裡面 那接下來當然是 就是已經完全沒有時間了 所以我就是非常快速的 過一個簡報 就是說我們把協作這個概念 用在法規條式上 我們去想說 如果請網友 一起來制定政策的話 那可以怎麼去做 那當然就是這個東西 在全世界來講 都是一個無解的 未解的問題 那目前做得最遠的 Regulation Room 也才剛開始 大概三年左右的時間 才剛整理出我們的心得 他們就是說 請網友來參與政策的時候 就是一定會撞到三堵牆 就是說 凡是制定政策的人 我們現在要制定一個 新創相關的法案 制定的人 通常都不是穿過眼 那創業者通常都是 最後才知道的 那是無知之強 那在討論的時候 很容易就是 流於人身攻擊 或者是說 流於一些謾罵 或不太知道這個狀況 只是說好棒好棒這樣子 那沒有意義 就是白目之強 那即使這兩堵都過了 那大家都會發現說 你可能要制定一個法案 它有資法 有文法 母法又有別的主管機關 又有別的母法 又有別的子法 你看看50萬字 才知道一個應改成德 它的真正的結果是什麼 那所以這其實是 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當時就是 蔡英林蔡政委 他來據領域的黑客送 用鄉民的身份 上台提了三明鐘的案子 說我們知道台灣有很多人 去開曼社公司 是因為他想要就是 能夠保持自己公司的控股權 因為台灣的本來的公司法 你要有多少塊錢 才能有多少股份 它不能夠一股有很多的投票權 這樣一個狀況 就是所謂大陸法系的公司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很多台灣人 就去開曼或是去 微信尼亞群島社公司 那這樣的問題是說 我們想要 他們想要開一個公聽會 可是就發現是說 沒有人敢出來說 我代表所有台灣的新創公司 因為新創公司嘛 像個月薪水發發的出來 都是問題 怎麼可能有時間去行公會 那通常他們的所謂 遠距勞動者 當然也不會去行公會 因為沒有人能夠出來說 我代表所有在家工作的人 因為工作樣子太多了 所以在這種傳統的公聽會 沒有辦法找到 所謂的公會理事長 和公會理事長的情況下 那要怎麼樣子去做意見的爭取 就是我們在處理的第一個問題 那所以後來我們就架了 這樣子一個論壇 然後就有一百多則 就是新創企業的朋友們 和募資平台 或原則工作的朋友們 上來講 如果台灣的公司法要改 他們希望往什麼方向改 那這個是相當豐富的討論 接下來就把就是學界的人 跟利益關係人都找來 然後呢做了一個也是一樣 就是在線上直播 有逐字稿的一個諮詢會議 拿這樣子一個初步討論 當作這個學者們討論的 會真大就是議程 接下來呢工作小組 就是在這裡面留言 有建設性留言的人 自己聚了一個會 拿這些學者們建議的方案來 變成了一份建議書 這份建議書是說 如果公司法要修的話 那它應該有哪些部分 不應該有哪些部分 它可以有哪些部分 最好不要有哪些部分 接下來經濟部就把這個建議書 逐條的回應 因為這個平台的重點就是 所有的部會七天都要上來回應 那我們提出的建議書 他們要逐條的去回應 那基本上是沒有做什麼修改的 就變成了就是行政院版本的討論 提到的立法院 那大家可能記得當時 就是6月15號的時候的立法院 是最沒有動能的一個立法院 因為修憲的關係 就是一直卡在那邊 那但是雖然說立法院通常都會用 沒有社會公司來就是不排案 或者開了案之後不審 我審的時候就卡在委員會 但是因為之前已經討論過 接近半年 而且就是兩大黨的立委的助理 也都有上來 所以基本上你沒有辦法 假裝說社會上沒有公司 這個是已經反覆討論過一件事情 那所以因此就是 就是在政黨協商的時候 雙方都瞬間就簽字了 所以這等於是從2月開始 等於不到半年 就完成了3D 那在上個月生效的 這樣子一個公司法 在使用法的過程 所以我們在工作組開會的時候 就是把留言整理成這樣子的一個順序 然後實體的開會的 線上的開會的 都可以就是有相同的法院的機會 就是我們在處理去世別話 就是在處理開放資料 那通常每個人講的每一句話 都是用開放資料的方式 把它記錄下來 那目前就是 這是目前的參與程度 然後我們正在慢慢把我們的經驗 就是移轉回播發會的這個中原這個平台 這樣子 好然後在最近最後兩分鐘了 就是處理了兩個案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是Uber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Uber這家公司 我現在有點同 它是一個手機轎車的軟體 那它在手機上轎車的時候 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有租賃牌的 它開頭的很貴的那種金石之類 那另外一種就是一般人開的一般的車 它也沒有直接駕照 然後它也沒有租賃牌 它就是一般人開著車 然後來接你從這個地方到一個地方 做很像計程車的事情 但是完全沒有計程車的牌照 那交通部從就是判決它違法之後 就連續罰款 罰了好像快三千萬了 已經超過三千萬了 那反而可是因為Uber後面的投資者 就是跨過期間 他們完全不在乎這些錢 就一直付 都無所謂 然後Uber就繼續 繼續營業這樣 所以那計程車公布也因為這樣關係 那台灣大車也有包圍過交通部 所以就是 之前炒了一陣子的一個話題 那為了要處理這個話題 而這個是在V台灣的參與正門 投票最高票想要優先處理的一個話題 所以我們就這樣做處理 就是說我們希望大家先講感覺 就是對於Uber這件事情 它的感覺是什麼 先不要急著跳到說 政策要做怎麼樣的改變 然後我們邀所有的意義關係人 來對大家的感覺做一番討論 那所以在問大家感覺之前 我們先讓大家看在全世界各地 Uber的狀況 以及Uber它的發展的嚴格 然後接下來就是在手機上面 因為是設計給就是開車的人 不管是司機或乘客 可能都是用手機 所以一上來之後就會看到一個別人的感覺 你可以選擇同意或不同意 你選擇同意或不同意之後 你的頭像就會開始在這上面有立場的移動 然後你就會看到你的Facebook或Twitter朋友的立場是什麼 然後你答了使用問題之後 大概就知道說你在哪一組人裡面 這樣子 那當然滿多人參與的 一開始的人是覺得說 Uber就直接取消登記好了 那第二組人是覺得說 其實有很多計程車我還是要搭Uber 好 那但是他們就會開始 彼此互相拉票 然後慢慢就開始就說 好 白台車其實就是在後果的個人 這邊是說計程車傳統都要靠航 但是呢 這個Uber可以讓計程車不用靠航 是顛覆了這個產業 那所以就是分成 看起來算是經文明的樣子 可是隨著時間過去 大家互相拉票 就會開始出現跨組的共同感受 而這個東西就變成我們在 利益關係人會議的時候的議程 所以就是有一個共同的期待 希望政府也對現有計程車司機 有像Uber那種 一到五顆星打分數的方式 然後以及一些共同的建議 那當然有這些建議跟這些就是 RAW DATA 大家就可以做分析 像自測會就做了一個分析 國際法的比較 所以在實際開會的時候 Uber 台南大車對就是那個 台北計程車協會 跟交通部的人就就是聚在一起 那我們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把上面的所有這些感受都討論過一次 然後大家就比較能夠聚焦 那好比像說像保險 那Uber 就願意提供保單 然後呢像納稅的部分 然後也有做處理 然後以及就是登記的部分等等 那當然這些因為時間關係沒有辦法細講 但是就是大家比之前互相謾罵 或互相這個 在網路上面做共交火已經有了很適時的成效 而且這裡有另外一個示範的作用 就是等我們第二個Airbnb 那它很想Uber 可是讓大家把自己家裡的空房間租出去給別人 的這個情況 的時候 同樣只問大家感受 同樣是把大家就是納盡來問想法 可是因為Airbnb已經看到說Uber是怎麼處理的 所以他們的態度就變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說 我們同樣是問了大家的感受 然後呢同樣是有這樣子一個走position的狀況 那大概有三組人 都是兩三百人 那第一組人覺得應該管得比較嚴 第二組人覺得說就是 只要控管品質就好 第三組人覺得說 臉皮質都不用控管 他們的那個Rating就是打分數額就已經很夠了 那當然本來有一個群組四 那主要的爭點就是目前房客 都沒有讓他保第三人的關係 那所有這些都是就是網友的動態聲稱的 這樣子一些agenda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同樣的就是我們 有一個國際立法令 然後同樣的就是把大家聚過來開會 可是Airbnb的態度就比像納盡的態度又更好 基本上就是說 從B台灣這邊出來的每一點要求 他們全部都說好 那我們就照著你們的要求走 所以就從頭同意到尾 那就沒有什麼好講的 所以就是事後的新聞就是這樣子 那所以就是比較正向的能夠讓大家 不會把違法當作一個習慣 然後讓法庫能夠按照大家的感受來做調適 好很抱歉 耽誤到大家兩分鐘吃午飯的時間 那我想今天就大概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